我好像又痒了兄弟们 昨天还没事呢 今天又开始发热了 我的脸好烫 我的头好痛兄弟们 但是摇头晃脑脑的又没啥大事 就感觉这个病毒 我想问一下咱们痒过来的兄弟们 这是带拉扯的这个效果吗 怎么还隔一天来一下 隔一天来一下的呢 赶紧开俩方块护体 直接一个这个一个胸甲 我们这就有力量了 我觉得我可以干得过它了兄弟 可以干得过它了 然后在评论区的小伙伴可以告诉告诉我 这是不是带拉扯效果的 隔一天来一下的 太吓人了这也 我这家伙忐忑呀 这两天太忐忑了 OK新手装备咱们全部都挖到了 剩下的就不用挖了 第一语言的话 拿上两块有用啊 有大用 旁边有一个普通幸运方块 我们可以看一下 记住了这鞋是会飞的 再加上胸甲和头盔 给了急迫力量夜市等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 前期生存大有帮助 我去 一千多万EMC值 这就到手了 请把欧皇打在我的脸上 谢谢 然后我们这边 怪呢 不是我刚拿到强力的武器 怪没了兄弟们 这怪也太有眼力见了 我说 这也太恐怖了 他们 AI是吧 是不是AI 检测到我有这个强力的装备 就马上跑 大家快看那边是什么 海狮蜃楼 本来看起来像是我家 但其实它并不是我的家 那只是一个虚幻的景象 哎 我不是 我不是这意思啊 我就喊怪呢 是啥意思呢 就是 刚才那个 你们我都不认识 这怪呢 这怪有点多呢 看一下血量多少 每一只都是一千滴血啊 新鲜啊 非常的新鲜 这么新鲜的 咱就不要了 赶紧跑 只有一个TNT方块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盖家 哎呦 天气要水 哎呦 我的妈呀 别 先别开兄弟们 有四个不是百分百的 容我搞点钻石 我觉得搞点钻石 开是最划算的 这边咱们来过 这小屋开一个 咱们就该造家 我看我有没有房子 好像有个小屋是吧 该存存啊 这方块现在别开 哎 我去俩房块 来来来 开一个 空的 再开一个 还是空的 但是我不相信是空的 好吧 真的是空的 只要掉落没问题 他就一定是空的了 我去了个DJ 准备回家 回家咱们把东西先存一下 像这信标 没有转化桌 他就是什么都不是 然后低语言也放起来 该下矿了 这说明我们该下矿了 赶紧把转化桌搞定 就这 哎 这多适合下矿 猛难挖矿法 咱会飞 而且好像有防火吧 没防火 岩浆会对我们造成伤害 但没关系啊 我会出丑 知道吧 这个东西咱们不用太过担心 一会儿挖到铁 直接搞个铁桶 上来不就有了 天的天是黑的 不过夜风的世界没有黑天 我今天可能视频不会太激情 兄弟们啊 不会太慷慨激昂了 因为真的是有点热 有点难受了 我朋友都说我今天有点状态不太对 这个 可能就是有点问题啊 但是隔一天 就是一会儿来个这个症状 真的是整个有点 让我有点不太懂 现在我需要做两个熔炉 把这个铁 烧出来 分成两组烧啊 这就是两倍速度 两倍速度 放块煤就行了 咱们准备换上铁稿跟铁桶 进入铁切时代 这个装备 保护叉 保护叉 还行吧 这套装备 凑合啊 能用 只能说是非常的不错 能用 拿一个铁 再拿一个铁 上面再拿一个铁 咱们先上去接水 接完水回来 铁稿就有了 做个坐标 这儿做个坐标 来回家 咱后院就有水 希望还没结冰 哇 还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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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剩一点水 把这水敲了 它就无限水 漂亮 那边的铁估计也稍好 完美 铁稿也有了 咱挖矿速度再次提升 而且有水桶 不怕银浆了 现在层数是32层 挖到10层左右的话 咱们今天应该能看到 很多的好东西了 什么钻石 绿宝石 最主要是黄金 黄金 黑药石 这个 红石也是非常需要 矿洞在正下方 我去 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那咱们就加速一波 先往那矿洞去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